韩国同学是漂亮的头发 别的颜色 颜色也不一样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差不多一样 黑色的头发一样 跟他们一起玩玩的时候 日本人一般先问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吗 一起问 但是中国人是一起出发 这样的态度都不一样 日本人的眼睛 我是红色的 我的朋友还黑色的 中国的眼睛不一样 这个没有 日本学生他们穿的衣服很时尚 然后韩国学生他们很喜欢 打扮这样的耳朵 中国人我觉得他们更喜欢舒服的服装 韩国和日本还是比较内向的 中国可能是三个国家里面最外向的国家 日本化妆就看起来觉得好可爱 看起来觉得好可爱 看起来 化妆也不是很浓 然后韩国就像那个看电影的时候就化妆了 很精致 日本是这里有点纷纷的 韩国呢 他们的眼睛有点 中国人呢 怎么 他们有他们的 没有 我们一般喝 凉水 然后我们喝 绿茶 我们是喝茶的 绿茶 会说 也算是热水 在我的国家 那个我们 不舒服的话 我们要 喝日的茶 还有 黑茶 要加那个 果酱 是树美的果酱 一般我们一般喝冰水 然后加很多冰的 因为泰国很热嘛 在我的国家呢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一直喝 冷水 我们不喝热水 就是 一定喝 冷水 我们 吃 酒 我的爷爷奶奶 常常说 你发 你发 发烧了吗 我发烧了 那吃苹果 老年人很喜欢喝热水 跟中国一样 我们的国家也 觉得 热水对身体 有健康的效果 肯定喝高口 我们的母语 还有我们国家的 一些 就是 就是古老的文化 写的很少 可能是一个 一个短文 就是写的 但是 大部分就是都 错对错对错这样 是跟中国差不多一样的 有什么 要不去 对 很难 很难 嗯 考你这个 嗯 一学 十五学 从十五岁已经有放选了 有三个 你要考的 subject是三个 你可以选 可是 怎么说呢 你有两年 准备 然后要考 我也是那个中学 高中的时候 也从 早上六点到晚上 十一点学习 这样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 每个国家 差不多都刚好 声调是太难了 有的时候 这个声调 不好的话 他们不明白 我说什么 马来西亚人要学汉语很难 所以 发音完全不一样 平的 我叫 ENC ENG ENG 因为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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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特别难 некоторые слова у них вот по значению один смысл но это как там еще еще есть много слово но они все означают только один смысл поэтому не знаешь вот 我觉得 我认为 еще что-то что-то вот такие слова еще много 我认识的一个 美国人 很难 记住 那个 汉字的差别 我觉得 韩国人 更容易 学到 中国